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先开金本 三百九十六面 第六行 若考阿弥陀佛成佛一前因地 不但发脏一因 有多种因 如注金中说 那么这一段是要给我们说明 从阿弥陀佛成佛以来 因地上的一些刺激 通常我们介绍只依据无量寿经 其实佛在十多大乘经典里面 都曾经讲到阿弥陀佛 这个修阴正果的一些刺 如果我们将这些金顿和起来看 就知道阿弥陀佛 这一次在西方极乐世界实现成佛 不是他最初的成佛 就像释迦摩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实现的一样 而是实现成佛 我们在大乘经典里面 我们在大乘经典里面读到 像凡王经上所说的 释迦摩尼佛这一次 在我们苏婆世界实现成佛 是第八千次了 所以不是说他三十岁成到菩提树下 这个阅读明星恍然大悟 那是演戏演给我们看的 像这样的演戏 这个是第八千次了 不是真正的一生成佛的 是多生多戒都已经成佛了 那么由此可知 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实现 就跟我们本次差不多 其实他也是九元皆前 早已经成佛了 那么我们看底下抄 抄里头引用的多 法藏因子 这是假 我们就用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是本宗的第一经 无量寿经说 阿弥陀佛的音笛是法藏比丘 我们还用这个名称 大本云 定光佛琴五十三佛 明世自在往 法藏实为过往 学位出家法四十八月 今阿弥陀佛是法藏所臣之佛也 那么这是讲 现在西方极乐世界 这尊阿弥陀佛 他是法藏比丘修成的 那么这个修成就像其他多太子 修成是像你所一样的 主要明白这个 这个四十 这些四 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都念过 都很熟悉 这得一提的 也就是提醒我们自己 唤醒我们自己 对这个世间法 明文立养 世间人所贪念 不肯放下的 法藏比丘 法藏比丘 给我们做了个样子 他统统放下 如果放不下 实在说 这是六道轮回 既然搞六道轮回 既然搞六道轮回 那么给这个世界 一切众生的关系 这个关系就是恩怨的关系 实在讲 与众生借恩 恩惠 是极少数极少数 给众生借冤仇 是绝对占大多数 这是我们自己好好反省一下 就知道了 这个冤仇是借的这么多 越接越深 这以后怎么得了 所以那些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了 要我们统统放下 世间人真名逐利 那么法藏 在当年是过往的身份 将明文立扬来说 他是到了极初 所谓是 贵为天子 富有四海 这个世间五欲六成 他统统都得到了 为什么还要 舍掉去出家 世间名利得到 这是一生的 你能够享受的时间 非常短暂 刚才说 享受当中 要造无量的罪业 这些所做的 将来一定要偿还 绝对没有侥幸的 杀业欲重 杀众生的命 欠他命 欠命要还命 欠债要还钱 没有一个人能够信念 所以我们要是真正看到 前后因果 就不敢动一个妄命 不敢欺负窩念 不敢做坏事 因果通三世 所以迷惑颠倒的人 只看眼前 不晓得将来果报可怕 所以看到后面的阴谷 过往也不要做了 知道这个事发了 没有一样 不是空的 这是空手而来 空手而去 万般降不去 唯有一夜随身 造的一生的随夜 非常之可怕 所以人家是做了过往了 王位也失掉 跟佛出家去 那么这是阿弥陀佛 在这一期所实现的 给我们警惕的 这一条不必多说 我们看下面 就是柱经所介绍的 多种因的 底下指了八部经的 第一是法华经 大通知圣如来世 五十六王子出家静修凡行 求无上菩提 佛灭多后 常要说是妙法华经 后夕成佛 是第九王子 与西方成佛 第王子者 今阿弥陀佛是 那么这是法华经 《寿量评》里面 讲佛九云界以前的事情 释迦摩尼佛也是十六王子之一 在大通知圣如来那个时候 释迦摩尼佛跟阿弥陀佛是兄弟 他们兄弟十六个人通通出家了 很难得以后都成佛了 那么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就是那个时候的九王子 这是将从前这个阴帝 这是很久远很久远的 这就不是十节之内的事情 久远皆迁 那么第二 《悲华经云》 《无量皆迁》 由伦辎末 民无尊咽 供养宝藏如来 《时芒花冤》 愿成佛是 故中种种清净庄严 佛与寿季过 恒火煞结 西方世界作佛过明安乐 彼国王者尽阿弥陀佛事 这个《悲华经》里面 给我们讲的 弥陀的音笛 是超过恒火煞速的大结 这个结是大结 那真的是无量结 哪里是十结 无量寿季讲十结 由此可知 现在西方世界阿弥陀佛是实现的 一期实现 好像伴说一下 这一戒而已 这一戒前面还有很多戒 这是这一戒而已 说明佛是九元戒 就称佛了 第三是大臣方等总持经云 五苟焰趁其王如来 由敬命比丘 总持住经十四亿步 随众生愿要广为说法 比比丘者 尽阿弥陀佛事 那么这个经商虽然没有明白地说出时间 说出这个时间长短 但是从他总持住经十四亿步 这不是普通的事情 我们今天释迦牟尼佛留下了这个经论 中文翻译出来的 不过三千多步 这十四亿步 就算印度人算的这个亿 算是个小数 十万为一 十万为一 四百四十万步 这是我们讲最小的 最起码的算法 这绝对不是普通人能够受持的 如果没有很长的寿命 咱们能受持这么多经典 而且还广为众生宣殊 所以这也必是九元借钱 因地的修修 第四 行阶经允 云雷后如来时 由王子民敬佛报众音 供养毕佛 毕王子这今阿弥陀佛事 是《贤解经》 佛为我们所说的 那么从这个经文上看 弥陀佛的故事 无量借重 福惠双旧 所以他这次 在西方极乐世界 遇见了世间自在亡如来 修成西方极乐世界 只用了五季的时间 这无量寿命讲得很清楚 佛给他说法千亿岁 千亿岁并不算很长 当时佛祖师四十二戒 他在五戒当中 就将极乐世界到成 真是轻而易举 殊不知他已经是 无量借钱的 其功为得 早已成佛了 像释迦牟尼佛 在我们这个世间 建立佛华一样 在第八千次来 随着建立 看起来很容易 从陆远远 吴比丘 没多久 这个身就有一个庞大的身团 第五 比金又远 金龙绝光佛食 由法师明无限量宝阴行 立宏经法 比法师这经 阿弥陀佛食 阿弥陀佛在阴地说实在话 什么样的身份都曾经经历过 第六 观佛三昧 第九经云 这是观佛三昧经的第九卷 第九卷 我们就称它为第九经 空往佛食 由四比丘烦恼复兴 空中教令 观佛 随得念佛三昧 第三比丘 金阿弥陀佛食 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做了之后 能对一点真实的利益 为什么呢 烦恼复兴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 我们现在心里的什么 心里面都是烦恼 除了烦恼之外 没有别的东西 食了一肚皮的佛皇 还是烦恼 佛皇也是烦恼 这个就是经上常有比喻说 这个器皿 像这个茶杯 茶杯从前成过毒药 现在毒药虽然倒掉了 倒掉里面 还没有洗刷干净 还有 加上醍醐进去 醍醐也变成毒药 何况我们的烦恼 还没有把它倒掉 烦恼满满的 再加上佛法的醍醐 所有醍醐通通变成毒药 烦恼复兴了 所以 诸佛菩萨 一定要找什么样的人呢 找法器 真正是个法器 法器是什么呢 这个杯子干干净净 虽然从前成过毒药 但洗得干干净净 一点渣子都不留了 这个心 这才是个法器 醍醐成就 它不会变质 有一点烦恼没断 都会变质 那么 诸佛想想 这个断烦恼是多么重要啊 烦恼不断 不可能有成就 这是我们千千万万要记住 绝对不能开玩笑 为什么呢 与我们将来往生进出 有密切的关系 心清净了 才能生进出 待业 使一再 讲清楚 只待旧业 不待新业 旧业新业 从哪一天算起呢 我告诉你 你可以很安心 从往生那个时候算起 往生那个时候 业还现勤 那就不能往生 怎么晓得 从往生那个时候算起呢 经上讲 无逆失误 临终遇到善知识 一面十面都能往生 可见的这个 新就业从哪里算起 从往生那个时候算起 但是你要想 虽然是从那个时候算起 我们现在就要准备 现在不准备到往生 灵命中的一面 你能够保证 那个时候就业能复得住 能够不起现行吗 你没有把握 没有把握 换一句话说 生死就没有把握 往生就没有把握 所以你必须从现在 要认真努力 要看破 要放下 当然 这也要方法 经上教给我们的方法 就很好 你看 空中教令 这空中就是空王佛 教给他们用观佛的方法 观佛就是念佛 随得念佛三昧 这臣就是念佛三昧 这个方法实在是好 阿弥陀佛 是用什么方法称佛的 念佛成佛 太是念佛成佛 所以我们应当 知道这个四世的真相 从今之后 我们心里的念念就念佛 念念想佛 其他一切统统不念 不牵挂了 大家不要认为 这个样子 我对我家亲眷属 是不是太冷酷了呢 好 你要不冷酷 很热情 热情呢 热情就搞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那个结果实在讲啊 在一起 也不过短暂的 这个素食汉术 死了以后 过奔虔诚啊 再想见命 难了啊 太难太难了 这个是要真正明了的 如果能够真正放下 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自己念佛 生净土 家亲眷属都能劝他往生净土 西方极乐世界 寿命长远啊 这样才能够真正在一起 所以念佛人呢 看到好像是冷酷 是消极 其实是最积极的行为 没有比这个更积极 世间人表面看到是积极 实在讲呢 真正消极 真正忽略解释啊 所以千万不要轻视念佛这个方案 要把我们所思所虑 所牵挂的通通方向 把这个心里面所有的烦恼 通通通换成阿弥陀佛 这就成功了 第七 第七 如幻三摩地 无量印发门金 云 四字游戏 精光如来时 由过往 由过往名胜微 尊重 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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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佛 修禅定性 比过往这 尽阿弥陀佛 是 那么从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知道了 尼陀佛 尼陀佛 在音地里头 不仅仅是修念佛法门 过去僧众 他什么法门都修过 你看这一期的修得沉丁 真实 不量法门十遍学 他统统都才学过 唯有如是 他今天交给我们念佛法门 我们才能够信得过 不是阿弥陀佛 只知道这一个法门啊 他是什么法门都知道 什么法门都曾经学过 在一切法门比较起来 这个法门第一也属胜 究竟呢 方便呢 所谓是 简单 容易 直接 稳当 在一切法门里面 无过于这个法门 人家是 无量皆中啊 通通都修过 都尝试过的 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呢 去反省的 最后啊 这一节是 一向畜生菩萨经愿 阿弥陀佛谢微太子 闻此微妙法门 这个微妙法门就是 值一向畜生菩萨经 就是指这幅今天 奉持精进 七千岁中 谢父之心 这个七千岁是在他修学期限的 修学期限之中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时候啊 寿命也是 以结束来论 谢不知习 就是平常我们讲的不导担 常坐不悟啊 这个不导担呢 不是坐在这睡觉 坐在这睡觉啊 那就不如躺下来睡得舒服了 所以有很多人学不导担呢 他搞错了 他是学着坐着睡觉 人家这个不导担呢 是修的禅定 定中啊 这个意识清清楚楚 睡眠是昏沉 定中是清楚 定不是昏沉的 昏沉就不叫定 所以我们往往看到人坐 坐在那睡着了 还大呼 那就证明啊 他绝对不是在入定 他是在学着坐着睡觉 坐着睡觉 所以坐久了啊 坐在那睡啊 当然精神提不起来 头要歪了 头跟绝对连起来了 背也脱掉了 你看看我们佛像打坐在那里 每个人胸部挺起来 精神都是缝满的 没有这个 哪有这种的 你们有没有看到佛菩萨这个象 是这个样子 这都是坐着睡觉啊 要不是坐定 这个我们要知道 真正有定功啊 那是很不容易的 像禅宗大德 你们看看虚人老和尚 这是中国近年来 禅宗啊 很少有的 真正有功夫的人 虚人老和尚的照片很多 我这个地方就收集了不少 虚老和尚从来没有说 拖着背 拖着腰着腰的 不管是站着是坐着 他胸部都是挺起来的 我们在年谱里面也看到 他有的时候要坐坐几十天 半个月几十天入了定之后 他没有出定的时候 我们年谱上常常看到 他那个绝对不是睡觉 他是真正入定 所以出定之后啊 他常常跟大家讲 他定中的境界 有一次过年当中的时候 他如果定 定了半个多月 他到斗帅天去了 在斗帅天 听弥勒菩萨讲经 讲了一会之后啊 这个回来出了定 他煮了一锅东西 煮了一锅芋头啊 他想出了定之后 我去找芋头吃的时候 那个锅里面都长茅草了 在他自己感觉当中呢 时间很短 不过是一二十分钟的时间 那你晓得 我们这个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多月了 可见的 他们不睡觉啊 这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的 那么这是修订 不念爱与财宝 不问脱寺 长度处置 亦不勤动 这个四句啊 给主说 这是真正的大点 前面讲 邪不知悉 这是行事上的入定 后面的四句啊 就是行住作物都在定中 所谓是 诺且常在定 无有不定时 这定时 心不动嘛 金刚经上所说的 不取相 如如不动 不取相 不着相 前面念爱与财宝 不问脱寺 这就是不着相 不念爱与财宝 不问脱寺 这就是不着相 常度处置 亦不勤动 这就是如如不动 这是讲心不动 不是讲身不动 为什么呢 底下又说 佛教化八千亿万 那若有他人 都不推转 你看他又教化众生 教化众生 这是动的啊 虽然天天教化众生 跟大众相处在一起 但是他不动心 不情 不做相不动心 不做相不动心 这就是时时刻刻都在定中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 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这里 凡夫是什么呢 六根界出六成境界 这样 奇心动念 诸相 贪诸色相 奇心动念 奇这个 贪嗔痴脈 奇这些念头 这叫凡夫 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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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起心 不动念 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此地 我们要想超凡入身 要在这里 这个世间 我们现在佛法了 是普遍都在做这些慈善思业 这个慈善思业好不好呢 是一个好思 但是那是世间法 不是佛法 佛法是修清净心 聊生死出三阶 这是佛法 如果做世间慈善思业 心地清净 外不作相 内不动心 行 那是行菩萨道 如果做这个事情 我们会奇心动念 会奇贪嗔痴脈 这个事情就做不得了啊 做得怎么样呢 自己堕落轮回 所修的是 游漏佛报 这个游漏佛报啊 我都不加人天两个字 为什么呢 未必在人天里面想 游漏佛报啊 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这是我们应当要警觉到的 不出三阶 不能往生 说老实话就不得了 那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太大了 这一生遇到佛法 决定要往生 决定要见佛 啊 我们只有这一个目标 只有这个方向 只有这个希求 其他的通通没有 啊 所以我们做四 就是洪华立身 啊 这个还不是普通的慈善思业 也要随缘 不能攀缘 啊 稍有一点攀缘 我们心不清净了 清净心失掉了 这个不得了啊 啊 这个纵然洪华立身 也是世界有漏的山法 啊 一时有漏佛报 啊 所以这一点呢 一定要认识清楚 这个认识清楚啊 就是拒而不迷 啊 绝对不迷在这些思想上 啊 拒而不迷 一心一意念这句阿弥陀佛 啊 二六诗中不间断不夹杂 啊 这就是 这就是 正而不邪 心里面符号不间断 烦恼莫有了啊 就是静而不然啊 我们修什么 我们用这一句阿弥陀佛 用这一部 无量寿经阿弥陀佛 修弥陀佛经 修这正经 这正经圆满就成佛了 没有圆满的时候 这叫菩萨了 真正发菩提心 修菩萨道 这些地方啊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彼太子者 今阿弥陀佛是 以上略具素断 阿弥陀佛 若其多阶多阴呢 也阴过量 要是广舌 舍之不尽 这是给我们热舌啊 一套阴地 证明它是九元借钱 早已经成佛了 这一次在西方极乐世界 是一期的应现 虽然是应现 也实在是不可思议 寿命不可思议 世界不可思议 庄严不可思议 往生的人不可思议 大众成就不可思议 这是这个世界 比一切祝福如来 一切实现 那殊胜太多 那么引语里呢 这解释前面的两条 两条 第一条呢 解释的是多中阴者 多中阴者 这一句 这一句 超文呢 是在三百九十六年 倒数之恰 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 多中阴者 我们看这个 你 多中阴者 他说了八种 这个八种当然是略举 那么像这些也是我们应当要学习 学习 主要记住 要不做相 要不知公 不要说 哎呀我做了多少好事啊 我做了多少功德了 这个心地就不清净了 不清净就变成有漏的佛报了 什么叫无漏呢 无漏是心地清净 你所修计一些善法 心清净不染足 这是无漏的功德 要记这些功 把我做了多少好事多少善事念念不忘 这是有漏的 有漏就变成了世间的佛报了 这个同样是做 心不一样 那么它的结果就不一样 净与国报的西方极乐世界 不净的业了 就在娑婆世界去六道轮回 果报差的太大了 真是我们古人所谓的差之好理 这个念头就差之好理 果报那是相差悬殊 太大太大 甚至好理 差至千里 第一个呢 是要说 这一个字念赤身 当作动词架 就是爱好 喜欢 喜欢说 喜欢说什么呢 不是叫你多嘴 爱说话了 那就错了 这个喜欢说 这个喜欢说 是拿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劝导别人 也就是劝人念佛 将这个法门 喜欢说给别人听 说这部经 说弥陀名号的功德 说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壮严 喜欢说的这些 喜欢说的这些 第二呢 发愿 这个愿不是别的愿 只有一个愿 愿生净土 通常 通常 大乘佛法里面 将发愿 都举四弘十愿 在禁中 这个愿生净土 就把四弘十愿 通通都包括了 怎么说包括了呢 四弘十愿可以说 释放三世 一切诸佛如来的总愿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他的别愿 他的别愿 你给他归拿归拿 都不出这四大论 所以四弘十愿 通通包括了 我们这个意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呢 就是为多众生 因为不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没有能力多众生 这个第一条包括了 一心趁灭阿弥陀佛 把心里面烦恼通通变成阿弥陀佛了 烦恼就断了吧 烦恼无尽 十愿断了 用什么方法断呢 一致阿弥陀佛 把你心里面 把你心里面一切妄想分别职责 通通啊 以一句阿弥陀佛取而代之 把他换过来 烦恼没有了 烦恼无尽 十愿断了 所以大师之菩萨告诉我们 他与他那一帮同志 五十二同轮 那个同轮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同志 五十二是说什么呢 从粗行为到成佛 是心 是住 是行 是回向 是地 等觉妙觉 五十二同志 他同什么志呢 通通念阿弥陀佛 从粗发心 一直到成佛 不用第二个方法 就用一句阿弥陀佛 这就是说明 这一句阿弥陀佛 用这个 断剑死烦恼 断沉沙烦恼 断无名烦恼 不但断无名烦恼 您最后一瓶身相无名 还是用这一句佛号去断 不用别的方法了 所以大师之菩萨这一帮人呢 他们这一类的 就是一不经一个名号 所以夏连居老居士在这个 静修结药里面说 静宗出祖 大师之菩萨 还有这个说的是一点也没错 那他才是真正尽头中的出祖 那就是一部经 一句名号 从粗发心一直到成佛 不用第二个方法 真是不假方便自得先开 不需要用第二个方法 所以大师之菩萨才是标准的老实念佛 他才是老实念佛了 我们一般人都不老实的 为什么呢 还要看这个经 看那个论 不老实 大师之菩萨 那一帮人 他那个同志才是真正老实念佛 这是烦恼断经 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心开意解 语言同章上讲 自得心开 这个心也开了 无量发门就成就了 无量发门 试愿学 不学就成就了 都通了 为什么呢 进了心了 所以这个无量发门 通通通达了 粗度菩萨就通了 粗度菩萨破一片无名 见一分真心 天台六界佛里面讲 分真即佛 他是真佛 明心见心 见心成佛 在我们进土中里面讲 礼仪不乱 只要念佛念到礼仪不乱 一切法门没有一个法门不同达 你看一切阿弥陀佛的 法门无量试愿学 就在这一切阿弥陀佛里面 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佛道无上试愿成 所以是只发一个心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四红试愿就圆满了 就居住了 发愿念 发愿念 第三 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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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意思 总一切法 持一切意 如果拿现代的话来说 就叫抓钢灵 你只把钢灵抓到了 你一切都得了 那我们想的 不但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切心 摄方三是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 那钢灵是什么呢 就是本经 本经大小二本 大本就是无量寿经 小本就是阿弥陀佛经 这大小二本呢 就是摄方三是一切诸佛如来所说 一切法门的总钢灵 所以莲池大四到晚年呢 我说他大拆打我 彻底绝无了 他说三藏十二步让个他人无了 不要了 如果不是彻底绝无了 这个钢灵他没抓到啊 抓到这个钢灵其他不要了 其他是别人悟掉他们的事情 他们学哪一部经 学哪一部论 我们见到都和尚非常欢喜 非常恭敬 我们对他赞叹离尽 我们对他赞叹离尽 但是我们还是念我们的弥陀经 念我们的阿弥陀佛 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是刚临的刚临 是大宗持法门 一句阿弥陀佛 大宗持法门 谁知道 第四将供养 我们供养佛 供养佛 供养佛 供养僧 供养一切众生 那什么供养呢 我告诉各位同学 我无上的供养 第一供养 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用这一句佛号供养一切诸佛如来 用这一句佛号供养一切法宝 用这一句佛号供养三宝 用这一句佛号供养九戒众生 第一供养啊 无上的供养啊 九八戒众生 一力而根永为道种啊 他将来 遇到语言成熟了 他就会念佛求生西方世界 所以用什么供养 这是最好的供养啊 几个人想的 我们往往一看到这供养呢 就想到钱财了 想到这些了 鸡毛蒜皮的供养啊 这个供养利益太微薄了 行愿语里面说啊 一切供养中 法供养罪啊 一切法供养当中啊 一切南无阿弥陀佛是第一了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会修供养 你所修的是第一供养 五上供养 第五要恒养 随一份随理 为人解说是恒养 印诵金书也是恒养 现在还有啊 这个做这个 这个露营带 露营带的也是恒养 是把我们自己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了 介绍给有缘的众生 所以有缘就是他 接触到之后啊 他能生欢喜些 能够相信 能够奉献 这就是有缘的众生 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做 那么现在 除了这些方法之外 还有电脑 我们应当将这些经典 做成电脑的软片 因为用这种方式来传播 比我们印经传播要省事 要便利的太多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 印的这个《大藏经》 分送给这个大陆过寺庙 一部《大藏经》 那个金刚的一百尺 你看多么的笨重 我们年岁大了 搬都搬不动啊 非常不方便 而且看呢 也只能一个人看 一本书 两个人看就不方便了 如果我们把它做成 电脑的磁碟片 这一部《大藏经》 在我看起来 那个磁碟片堆积起来 顶多只有四尺 四尺 这个分量就够了 一部《大藏经》就够了 如果要用的时候 那个印表机 要多少份就印多少份 又不糟蹋 你说这个多方便 经济实惠 写代方便 第六念佛 第七是修产 第八是行度 这个度就是六度尺度 这个三个项目 是将修持 所有一切修持法门里面 念佛最为殊胜 那么念哪一尊佛呢 过去 文殊菩萨教法照禅思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与我们苏婆世界 特别有缘 特别有缘 文殊菩萨教的 也是本师释迦摩尼佛教的 不但本师教母 我们在这个经后面六方佛 这一节里面 六方就是十方 十方所有的祝福 我 对于这部经 没有一个不赞叹 什么叫赞叹呢 赞叹就是宣讲 换一句话说 一切祝福 没有不讲阿弥陀佛经 没有不劝人念佛求生净土 这就说明 念阿弥陀佛是一切祝福 对我们的忠告 有绝对的理 修禅不是叫你天天盘腿打坐 六足大字在谭经里面讲 禅定 就不是面笔打坐的那个禅定 他老人家讲这个禅定 禅定那一评里面讲得很清楚 外不着相叫禅 内不起心叫定 所以他的禅定 是从金刚经上带来的 外不着相 就是金刚经上不取欲相 内不动心就是金刚经上讲得如入无动 他老人家 他老人家是从金刚经上开悟的 所以不着相不动心就是修禅度 行度度是六度 六度就是我们生活的要领 生活的守则 一个修佛的人 日常生活 我们依据什么呢 依据六度 依据这个六条 第一个是不识 第一个是不识 不识就是要放下 第二个是持戒 持戒就是守规矩 守法 忍辱就是有耐心 有狠心 有长远心 这就是忍辱 金金是求进步 日心又心 求进步 禅定就是心的清净 一尘不然 薄弱就是正知正见 绝而不明 菩萨修学的六个纲领 通通通是在生活上 在厨师带人借物的地方去修行的 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没有离开社会 那麽底下一节 是阿弥陀佛谢回太子下一节 修见六度 那麽这个文呢 就是在底面 397面 倒数第六行 倒数第六行 你看 第一句就是阿弥陀佛谢回太子 就是这一句话 那麽 他这个解释的也很好 这一段里面呢 居足了六度的意思 七千岁中 谢不至喜 是金金度 为什么说到金金呢 平常人晚上睡觉 睡觉 功夫就中断了 人家不睡觉 不睡觉 他功夫不断 这是真金金 所以他入定 他入定的时候 能够恢复精神体力 丁中金戒 清清俗俗 绝对没有昏尘 昏尘就是退转 就是中断 他不昏尘 这是真金金 不念碍余 这是戒度 这个就是持戒不容易 这是断肝脑 不念财宝 这是失度 明文立阳 五月六晨呢 他真的放下了 心里面没有这些东西 统统放下了 身心亲近了 这都是我们要学的 我们今天 虽然修净土 想修清净心 这个心总是不清净 为什么原因呢 放不下 那怎么能清净 这些东西都是新鲜的 严重染污 这些染污不能把它彻底丢掉 你这个心什么时候能得清净 不可能的事情 清净心就是念佛三昧 三昧是翻成中国的意思 叫正受 就是正常的享受 心的清净是正常的享受 不清净那是不正常的 凡夫不正常 佛菩萨才是正常的 不问他死 不问他死 常读除止 这是禅定 不是我们的本分的事情 不要去管 后别去管贤私 事情管得越多 烦恼就越多 是非就越多 这些都是清净心的障碍 所以天下什么样的人有福啊 不管死的人有福啊 身心清净 心里头无私 身也无私 这是第一等的大福报 确实不容易获得了 那真正有聪明人 如果说一时 勉强可以过得去 没有顾虑了 聪明人呢 就应该把一切事情卸掉 我们中国苦时候有 像王龙叔 王龙叔 生活能过得去 考中了静思 不多观 不多思 一天到晚在家里 尼亚阿弥陀佛 这个人有福啊 这个才叫真正聪明人啊 像彭基钦 都是觉悟得很快啊 很年轻 二十几岁就觉悟 他是十几岁 不满二十岁就中了静思 他的父亲 是乾隆皇帝时候的兵部尚书 等于现在的国防部长 他是王孙公子出生的 十几岁中了静思 的确是非常有才气的 很难得的这么一个人 那么他做官 做很短的一个事情 以后就不做官 家庭环境好啊 所以他什么事也不做 统统把思想放下了 也是老实念佛 写了不少著作 统统是佛教的著作 这个著作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无量寿金七千论 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 我们现在流通这个 华言念佛三昧论呢 都是他的著作 聪明人呢 那个庞居士呢 那就更聪明了 人家把所有家的财产 他是很富有的 他统统不要了 实在讲 他那个事先 就是为了要告诉后人两句话 他那么个做法 把家里的金银财宝 财产装在一条大船上 把这个船滑到长江当中 炸个洞沉下去 这个做法呢 就引起别人发问 人家就问他了 他就是庞老 你那么大的财产 你不要了 引到拿出来在社会上 做一点慈善事业 是个好事吗 他就是引诱人家 问这一句话 那么他来解答 把这一句话 好事不如无事 所以这一句话呢 就变成名言了 你要想到这一句话的代价 是一传的金银财宝 全家的财产呢 就换这一句话 又传个时间呢 好事不如无事 无事心清净 他的一家人 以后生活怎么办呢 打草鞋 这个草鞋在台湾没见过 大陆上的时候 行者穿草鞋 一双草鞋 买两个铜板 每一天打几张草鞋 卖几个铜板 过日子 他自在啊 他快乐 他什么都不要 他快乐 他自在 实在讲 因为他已经得到了 他生死自在了 所以他不在乎了 所以他想走的时候 叫他女儿去看看 外面那时候没有时钟嘛 到外面看看太阳 什么时候了 他女儿想着 他爸爸要走了 结果他女儿在外面说谎 时候还没到了 他爸爸只好在等一等呢 男的小的 他女儿在外面站着的脸 就往生了 就走了 他那个爸爸气死了 我以为我走了 他替我办后事 结果弄到他先走了 我还替他办后事 但我去听 你看看 一家人都有这个本事 为什么有这个本事呢 心情静静 不贪然 所以自在啊 得大自在啊 来去自由啊 这是成定 一步秦动啊 这是忍辱 佛教化他人呢 这是制度 六度的意思 劝 意思圆满 如上所隐住隐 或为过往王子 或为仁王 或为比丘 或为法师 或供养佛 或说法利人 或法四弘十焰 或心六度 所谓根深古墨 远远流长 道不浪界 随功摄为耳 这是赞叹 弥陀因地修行 实实在在是 九元界又九元界 所以他今天有这种 不可思议的成就 说 尖人一心不休 余悉胜苦 岂有全世未伴 余泪七尘宝塔 岂可到 为妙法门哲 为心法妙佛法妙众僧 这个理念意思都很长 也很深 我想我们下一次 把这个意思给主人读出来 今天就讲到此地 晚期见 更多 想念 店 呢 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